花莲地区陆军第173T次翼南入迎欢送会 并在花莲火车站集合而30位翼南以及家属参与 县府明镇处明良甄处长代表徐甄卫县长来到场表达关怀 而花莲县军人服务站包德义站长也借此机会为翼南加油打气 并做服务宣导 事实化解翼南以及家长的疑虑 有效搭起双向的交流平台 县府明镇处长明良甄以过来人的身份亲切向江入迎的新兵 以及家属说明翼南的权利以及义务 并且分享当军人的经验以及甘苦 居然肩负保家卫国的重大责任 新年人服兵役是义务更是无比的荣耀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部队的各项训练管理均符合人性化的要求 各位义南录音之后要以认真机械的心境 接受部队严明纪律以及规律的生活作息 希望军人之后大家能够练就常见的体魄以及战技 届时为国所用 今天是我们义南征集的日期 那由华林县政府以及军人服务站共同的来送我们义南朋友到打火车 到宜兰的军六节 那也要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在这四个月之内 接受好的体能训练军事的训练 然后建立好国家安全的观念 那我们也跟他们做一些的提醒 希望他们在这段期间虽然是夏天 但是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那退伍之后 华林县政府也同样的提供了各项青年的服务 也让我们所有青年朋友在这段期间退伍 然后到社会来做各项的创业或就业 都有一站式的各项的服务 华林县军人服务站站长鲍德亦表示 本第一次义南将自宜兰金六节营区实施为期五周的基本入伍训练 而后播交筹签单位实施后面的11周的编制专场以及实务工作训练 亲切提醒义南人录影报道之后 首先事情就是打电话给父母亲报道 同时也请家人详细记录单位以及干部的姓名电话 做好双向联系 防止不法诈骗请示发生 其次受讯期间 确实遵守单位防疫要求 并实施注意自身训练安全以及保健 犹豫到身体不适 切勿隐忍及时反应 坚持平平安安入营做良民 四个月之后高高细心反乡做良民 记得轻松 欢迎收到